哥倫比亞簽署和平協議 已經兩週年了 當年的革命軍放下槍桿 也進入了各行各業 迎接新的生活 哥倫比亞的旅遊業如日中天 在去年有超過六百五十萬的遊客造訪 帶來了四十四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而八月上任的總統杜克 就說要修改不為寬鬆的和平協議 但是很顯然的政治運作 還不如觀光產業跑得快 四艘客滿的橡皮艇 正出發前往茂密的亞馬遜叢林 一探究竟 誰能想像帶領他們的導遊 以前可是哥倫比亞武裝革命軍FARC的 遊擊隊員 他們放下槍械 戰鬥服 以及沉重的帆布背包 改而提起船槳 戴安全帽 穿上救生背心 完成兩百小時受訓 考上導遊執照 每天單純帶旅客在帕多河破浪前進 享受哥倫比亞的優美風景 卡克塔省耗資兩萬美元 開闢健行步道及旅館 前武裝革命軍成員也有人在這裡公餐接駁 一切都是為了重新開始 觀光產業正是哥倫比亞政府積極拓展 提升國家經濟的領域 它擁有加勒比海跟太平洋海岸 亞馬遜叢林 安地斯冰川 不但發展許多冒險運動 也能見到野生動物的蹤跡 加上國際都會區的開發 一般人很難想像 2016年時任總統桑托斯與FARC 簽署和平協議之前 長達52年的內戰所帶來的痛苦 二十六萬人被殺 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有人遭受性暴力 遭地雷炸彈攻擊致殘 如今有將近一萬三千人放下武器 重新融入社會 與家人團聚 目前有二十四個復原區 各國政府以一百六十萬美元預算 協助這些區域居民投入農 魚 牧場 發牧 製血等三百個行業 過去人們對哥倫比亞充滿暴力的印象 透過媒體正面報導逐漸改觀 治安改善 基礎建設也日趨完善 前往旅遊的人數飆升 根據哥倫比亞觀察家日報的報導 二零一七年 各國觀光客突破六百五十萬人次 寫下歷史新高 比二零一六年成長了百分之二十八點三 如果跟二零一零年相比 成長幅度百分之一百五 光是二零一七年觀光客 就為哥倫比亞帶來四十四億美元 外匯收入 創造一百八十萬個就業機會 觀光業吸引七億五千一百萬美元 外來投資 本土私人企業投資達二十億美元 全球最大連鎖酒店希爾頓 今年一月便表示 將在十八個月內 於哥倫比亞新建三座大飯店 新任總統杜克今年八月就任時表示 將修改過為寬鬆的和平協議 但顯然政治運作還跑得不如觀光產業塊 歐美人士旅遊偏好異國情調 向眾哥倫比亞 過去三年 各國接收國際學生增加了4.2% 此外 局部整形美容崛起 現在還發展健康旅遊 加上哥倫比亞樂壇天后下棋拉 雷鬼歌手J8二文 帶動拉丁音樂產業 大獨校艾斯科巴致富的歷史故事 博物館 相關電影未完待續 不過目前有一位美國人不太想造訪 哥倫比亞 就是美國總統川普 原本這個月居二時高峰會之後有安排行程 但已經取消 白宮方面並未解釋 這也是川普第二次爽約 記者黃銘玲報導